先問一些很多人都很想關注 就是科網股究竟是否還值得長線 有個投資價值在 因為大家我想都爭論了應該整年的情況 究竟是否值得買 你一直越跌越所謂的越值得買 怎知道現在就變成不敢了 那你怎麼看科網股呢 沒錯 其實科網股一直都是市場 一個比較永恆一些 大家熱切討論一些的話題 無論是過去一個比較大的升浪 或者現在處於比較長時間的低迷期 其實科技股就是投資者留意的一個重要的辦法 我自己看回科技股 其實現在特別是大型科技股 他們近段時間的走勢 其實對比起大市來說 其實他們反而是表現出一定的抗跌性 譬如我們以騰訊 美團這些股票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的股價 即是截至昨天收市 他們都還是守住了在4月底的時候的底部位 反而恒指其實在最近一兩天 已經跌穿了4月底的底部 其實這種情況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看回外圍美股 科技股的跌勢其實都是很急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反差在這裏呢 我自己來看的話 我相信現在大家市場 都聚焦在一個美國加息的因素 但是美國加息我認為 其實對於外圍市況的影響 其實是要比港股 是要更加顯著的 因為加息對市況最大的影響 就是在於對不同股份的股值的影響 而一些股值比較高的股份 往往受到這個因素是更加之大 所以為什麼科技股的跌幅是更加之大 但是如果你看回港股的科技股來講的話 由於它經歷了前期已經年多的跌幅 現在其實它的股值就真的不算太貴 特別是一些大型科技股 其實都在講十多倍PE的情況之下 反而它受到加息這個敏感度的影響 沒有以往那麼大 反而其實它受到過去在行業監管 令到它盈利大幅放緩這些因素來講的話 反而這個因素才是至關重要 所以剛才提到 在內地現在穩定經濟作為首要的 一個工作目標的情況之下 就是預計對這些科技股 在一個比較宏觀的環境 其實是有一個改善的空間在這裏 反而雖然港人加息 對於它們一定不是利好 但是這個利膽因素就未必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以一個走勢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近期科技股相對是比較強勢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亦都是反映出一些比較長線的資金 是開始留意一些科技股 同時如果大家有留意北水的動向的話 我們看到內地股市連續在3000點附近 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承托力度在這裏 同時看到一些北水是有流入一些科技股 是去支持住的恒指 我相信在內地穩定整個金融系統這個層面來說 我相信內地也不希望看到A股也好 如果港股也好出現一個大幅下跌 或者大幅波定的情況 我相信這幾點之下 都是有利於科技股在未來幾個月 或者說今年下半年的時間 是會有一個股價表現上的改善空間 如果這樣說我們跟北水他們的喜好 似乎暫時都是美團騰訊這些 那阿里就應該是暫時都是大家不敢碰住 這樣對不對 阿里來說就相對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對於一些大型科技股 我自己看阿里巴巴 我自己看相對其他大型科技股 是稍微要審慎一點點的 因為見到在這個行業監管的因素之下 我相信對於阿里在不同業務方面的影響 其實範圍是更加之大 以及影響亦是更加之深遠的 所以就算以後一些大型科技股 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頭 業績開始慢慢復甦的情況之下 對於阿里巴巴來說 可能它的復甦力度是會比較弱一點點 或者它需要的時間是更加之長的 所以如果投資者真的希望可以部署撩底科技股 或者去捕捉一個科技股 長線一個股價增值機會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阿里巴巴就未必是投資者的首選